开始之前 我们先念受 南无能达这三声 离经佛陀 今天我们就开始讨论八戒 也许大家已经了解 八戒跟五戒有些差别 尤其是不邪淫与 不非凡净 三个星期呢 老师已经跟大家解说过什么是邪淫 如果简单 而要说邪淫的话 是 同居 同居的 或者是结婚后或者是父母同意 都不算翻邪淫 但是呢在这个不非凡行的 这条八戒里边呢 无论任何新行为 都不能从事 这就是八戒跟五戒的差别 那今天我们必须来谈八戒 那今天我们必须来谈八戒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了解 非时时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 欧五不食 或是在抽的时间 不吃 什么是非食呢 也就是不恰当的食物 不恰当的时间 根据贴力 分类等几种食物 总共有四种 一时间而分类 首先第一种是实现药 或实现的食物 也就是从天的冥香 出到正午 这段时间 这种食物包括 豆米、面粉 或是煮过的蔬菜 或是其他食材 这一点呢 老师要提醒就是有时候 人们会 供养这个豆浆水 豆奶或是豆浆 是由豆而做成的 所以呢 午后是不能使用 也不能作为傍晚的 饮料 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 另外就是由米而做的 虽然我们说米 但是任何谷类都包括在里边 可以是小麦 或者是一些麦草 这些可能有点差别 因为麦草通常不拿来当食物吃 而是取小麦来吃 所以呢 这边有米 米的意思就是米 米粒所做成的食物 这才是属于实现药 甚至饮料 甚至饮料 由米而造成或鼓勒做成的都不能服用 同样的煮过的蔬菜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考虑到饮料 也就是 过午的饮料必须是新鲜的饮料 还没有煮过的 通过如果通过生的蔬菜 如果通过生的蔬菜 挤压而成的这个蔬菜制是可以在过午后服用 但是如果煮过就不行 所以这边说的实现药呢 是从冰箱处到分午这段时间可以使用 过午过后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当我们谈到 非实时的时候就必须记得这种实现药 通常有一些 有一些提问者会问老师 那午后究竟什么饮料可以允许呢 这就是第二类食物的分类叫做十分药 也就是从正午到隔天的明相 这段时间 那这个是对比姑来说是不行的 那在家人就不一样 所以第二种呢 这种十分药是对比姑来说 在你第二天明天明相出之后 比姑就不能饮用 但是呢 对在家人或者是撒玛内拉还是可以服用的 另外对比姑来说 储存过的食物也是不能用 不能服用 老师之前谈过 如果生的蔬菜 炸鸭而成的蔬菜制 也是成为十分药这种药 比姑呢 在正午到隔天明相出之间可以用 第三种药的分类叫气热药 就是油、酥油、糖浆、黄油和蜂蜜 这是七日药 也就是当比姑接收过后 可以储存七天 在七天内可以不用 但是为了保 保 确保 月时 通常比姑们都会储存七个晚上 然后隔天明相出之后就不服用了 但是也有些例外的 个案 比如说有些比姑呢 会叫卡比亚们 在第七天也就是 七日十天还没有到之前 卡比亚重新供养比姑了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 为了不放这些比姑 如果在第六天 就重新接受卡比亚 供养这些七日药的话 这还是能够允许继续服用 但是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 这种七日药呢 不能跟之前讲的十先药和十分药 参着喝 比如说不能跟米或者是豆浆 参着 比如说风力不能跟米和豆参着 来喝 如果参了就变成熟只能够在正午到正午之前服用 同样的 如果蜂蜜跟十分药参在一起的话 只能够在当天用到隔天明相出之后就不能再用 也就是它形成了十分药的这个食线 但是如果说七日药已经储存过一天了 就不允许掺杂 十先药、十分药一起来服用 最后一种食物的分类叫终身药 首先我们要了解终身药的含义 终身药就是 一生可以用的药 那究竟怎么去决定一种药是终身药呢 根据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这个接受程度 首先老师先讲解什么是药 也就是这种食物呢 通常都不以食物的方式来服用 这种就可以当成药 即使我们煮 但是也不当成食物来吃 比如说姜 在一般主食 他们都有用姜 或者是黄姜 作为材料主食 但是它不成为主要的食物来吃 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 他们都有用黄姜 那这些姜、黄姜都是属于终身药 除此之外 除了还有根、叶、还有酥皮、花、 花、果、只要这些食材不以食物的方式来服用的话 都可以成为终身药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在越南 有这个 有这个 羊 羊脂 羊脂一种食物 在越南 那在越南不以为食物 所以可以作为药 但是有一位非洲来的心中说 在那边他们是当食物的 所以在那边就不能服用了 另外在几年前曾经有 有一位心中温老师曾经有他们用一种草 把他终身成粉而做成饮料 那这种草都不是食物 因为草只有给动物吃嘛 我们人类没有吃草的 所以以草中成粉末 泡成饮料来喝 就是终身药而不是食物了 所以简直 终身药呢 那就是人们 不用 不以 不把它当成食物来吃 即使他们 有成为 有把它用作 主食的一些成分 但是它不是主要的成分 这就是终身药 比如说 姜 酸头 黄姜等等 这些都是终身药 另外当我们要谈到 非食食的话 首先我们要明白 一定是属于食仙药 就是可以构成 非食食 如果说是食仙药 然后又在非食服用的话 就是翻了这条戒 但是呢 如果不是在非食 是在真食用的话 就没有翻这条非食食了 非食食 有时候 在缅甸呢 有一些 有一些人误解 以为十二点才是真五 那但是 这个大家了解 十二点是 现在这个时代 因为始终的关系 而定义为真五的 其实真五是看这个 太阳 比方 在老师曾经在中国 老师们想要用午餐 老师呢 在手机上有这个 太阳时间的 真五时间的这个软件 可以看到 真五是十二点半 才是真五 虽然老师们可以吃到十二点半 但是呢 老师还是要考虑当地人们的接受程度 如果说当地人们是能够接受十二点才是真五的话 当他们看到 看到出家人们十二点够还在用餐的话 就会失去心性 所以呢 老师也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能够提早用餐 所以这边讲的 非时 是真五过后 所以真五我们怎么知道呢 所以要知道的话 我们在太阳底下 我们可以检查自己的影子 如果影子是在自己的脚底 这是真五 如果还没有到脚底的话 还是属于早上 还不是真五 但是呢 在现在这个时代 有很多软件可以检查真五的时间 那对于比古来说就很简单 所以 如果大家要有这种软件 但是且不能用 或者是没有手机的话 要检查真五 要怎么检查呢 你就在太阳底下沾着去检查看 去观察看自己的影子 那另外就是非时时 什么程度才算放戒呢 就是当食物进到喉咙才算放戒 比方当食物进到我们口里边 已经进到口腔 比方 比方我们有用一些油来疏口的话 它是还在口腔里边 只要它不越过喉咙 吞进肚子的话 就不算放戒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呢 我们还是保持 正午过后呢 尽量不要有食物在口腔里边 所以当我们谈到非时时之条件 必须它构成的条件必须是 允许你的食物 比如说时间要由豆 米 花 或者是骨类 或者是已经煮熟的蔬菜乃至 这些蔬菜制如果是煮熟 都是属于时间要对八戒指来说 在过五过后是不允许的 那老师进一步谈 下一条节就是跳舞 唱歌 还有周乐 还有观看表演 这是一条节 马加是跳舞 吉他是唱歌 瓦迪达是周乐 任何乐趣都算周乐 那米苏格的什么呢 就是去看 看戏 看表演 这边我们 看米苏格的时候 米苏格这个字呢 它的 它的 它的字面医师 它是属于刺 或者是剑 也就是当我们看到一样 看西过后呢 它 几乎似乎是停留在我们眼睛 所以它就从这边引申成观看表演 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到 拿着吉他 跳舞 唱歌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究竟这个可以看吗 那个可以看吗 很多人都如此提问 通常老师都很简单的回答 只要它是疑乐的话 疑乐的话就不去看它 不去听它 如果去看去听的话 就是观看表演了 所以老师 一句长步的这个一句话来 给大家参考 如果沙门婆罗门 依心众供养而活 但是窃去观看不合适的表演 这些不适合的表演是什么 就像歌舞乐器 为特色的表演 也就是任何的舞蹈啊 歌唱啊 或者是乐器的演奏的这种 表演展示都是属于拿着吉他跳舞 唱歌和观看表演啊 所以那根据巴林的拿着跳舞 吉他唱歌 瓦迪达是周乐 这些演展现都是属于表演 另外就是 戏剧的表演 在现在这个时代 有一些有声书 有一些有声的书呢 是只是阅读的 也就是阅读出来 如果只是听取这些有声书 也许如果说方式不对 也可以考 也可能是这个 那叫吉他跳舞唱歌啦 也就是说唱故事啊 然后第四就是手演音乐 比如说拍手啊 吉鼓等等 现在这个时代呢 有时候我们 有在听课 在开试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人 介绍老师的时候 有些人就鼓掌嘛 老师从来没有遇过这种欢迎女仪式 因为在缅甸呢没有这种文化 那这种 吉手就是拍掌的方式啊 拍手的这种 对比库来说是不做的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对比库的确是一个难题啦 另外另外就是去观看这个图画屋或者是画展 比如说在一个建筑里边有很多图画展现出来这些也是对比库不允许的 但是 但是如果有一些展览是为了 有意思 因为是为了是能够让大家升起总局意识的 比如说能够看到一个生老兵死的 这些是允许的 但是如果一些展览的是为了展现美美丽的漂亮的这些就要考量了 另外一种就是杂技的表演 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很常见 即使在缅甸呢 也是有这种杂技表演 他们这种是游行的杂技表演 在缅甸还会有也许新的时代没有 那他们首先是带起他们全部东西 游行到一个地方 会建议起这个表演的场地 然后收入门费 可以来给 看中 来跟观众来 看这个杂技 他是觉得 在现在这个时代呀 也许可以 相似的 相似的就像这些比赛 比如说 武功比赛 或者是武功表演 等等 这些也算是杂技表演 另外就是 斗牛 斗像 斗马 斗牛 斗羊 斗鸡 等等 比赛呢 不应该 去官方这一些打斗 比如说 比赛不应该 说安排 带 进中门 带两 带乡 带动物去试验 然后去观看他们打斗 乃至比赛不能 去 安排 两只动物打斗 如果说比赛安排 让两只动物打斗的话 对比赛来说也是问题 比赛呢 应该建立 和平 而不是 建立 打斗 这是对比赛来说是不允许的 这边虽然提到 大乡 马 水泥 公牛 山羊 公鸡 安蠢的打斗 但是呢 其他任何动物的 打斗 都 是不允许 是不允许 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比如说 在一些国家 在比如说西班牙 应该有这个 斗牛 斗牛的 这种 这种 表演 这个 表演中呢 牛跟人 打斗 针对这一点呢 这也是属于 谣言 以故也是不允许去观看的 另外就是 棍棒 打斗 棍棒打斗 或者是拳棋 乃至 这边我们 提到 拳棋 有不同 的 拳棋 这种 拳棋呢 也是属于一种比赛 那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击倒 所以 任何一种 这种拳棋的 表演的都算是属于 这个 观看表演 摔脚 摔脚也是如此 各种比赛都是如此 另外就是格斗 他只是表演式的格斗 或者是有时候为了展示自己的武功 虽然 不是 而 不是 只是展示他们 以格斗的方式 来展示他的武功 这也是 在这边的格斗 或者是列兵和阅兵 这些 都是属于观看表演 对比赛 来说呢 或者是在这条街里面是不允许的 也有一些格外的这个 例子 比如说为了一些知识 比如说一些 记录片 是为了让 让大家知道它的法律 或者是了解 怎么在现在这个社会 和谐的生活 如果说有这类的文化 如果说有这类的文化 或者是 这类的文化 他这个 就不算饭 老师看已经列出来什么是 跳歌跳舞唱歌 周月表演 这些都是属于表演 虽然可以 这些表演呢 如果是为了 遗乐 虽然可以学到一点东西但是主要还是遗乐的话 那对于周始大街者来说这个适不适合的 但是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 比方在 在飞机上 也许飞机上会 展示一些 影片 虽然我们没有要求 虽然我们没有打开自己 周围前面的这个荧幕但是有一个公共的荧幕 我们是可以看到 他们所播放的影片 这只是 但是 间接的看到没有刻意叫他们 展现 所以这种情况呢是例外 另外 比如说在路上 我们 会 发现有一些表演 我们只是 看到有 这些 表演 比如说在车上 在公 公公车上 我们看到了 直接 间接的看到 就没有 翻 没有翻界 但是如果我们刻意去看 去观看 比如说 站起身来 去到表演的地方 去看他们表演什么 这也是属于翻这条街 所以在这条街底下 我们已经 给大家列出 长部所 记载的 关于 跳舞唱歌等等的 例子 这些例子呢 可以在《沙门果军》 里面看到 或者是翻满镜都可以看到 这两部镜对 读者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那在 八戒的另外一条街就是 马拉干达 Vilevanatharana Manana Vipusanathana 马拉是 花 感达是 香料 或是香水 任何香 香料 Vilevanatharana 化妆品 Tarana 能够穿戴的 装饰品 这边老师列出 所有可能的 东西 所以 所以另外就是 达人的 携带的 手持的 或穿戴的 曼的呢 装饰 在新的 隐属 《隐属场部》里面讲的例子 沙门 沙门 佛罗门 当还依心中供养食物而活 却装饰 却装饰和美化自己 而收拥以下的 物品 这是隐居场部的 就是 这些 修行人 究竟怎么装饰自己 然后这些呢 对八戒者来说是不允许的 也就是当一个人要吃八戒的话 应该避免 雨下 东西第一 在身上涂香粉 这是很 很明显的 或者是 用 油 来 按摩 这种油是也许是香油 或者是用香水沐浴 另外 另外 就是 健身 比如说用一些特别的药 来使肌肉 好看 另外就是镜子 也就是持八戒者 最好 要小心 不要造精子 对比姑来说呢 比姑呢也是不允许用精子的 但是却有例外 比如说有伤口 脸上有 有一些问题 就可以用精子来检查 除此之外 比姑又不能用精子 另外如果比姑想要看 自己要多老呢 也可以看精子 如果说看到 自己的两个样子的话 就会生起这种 那种居意识啦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方式 以这样的情况 看镜子 看自己究竟多老了 或者是看自己怎么老化 这样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镜子的 除此之外 那就不应该用镜子啦 另外就是涂油膏 这种油膏呢 就是让自己涂在自己身体 现在很多时 现在时代很多人都用这个护肤油等等的 另外花环 另外就是分香 香水 或者是油膏 唇膏 这边大家看到 Mukka Juna 就是 眼上 Mukka Mukka Lepana 是涂脸 的粉 有时候在化妆的时候 用的 这些 或者是 化妆 或者是用手镯 膝带手镯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因为还有就是头戴 那些头戴或者是配同事啊 老师曾经看过在印度尼西亚在法利岛 还有 很多国家 都有这种文化 比如说在缅甸也是有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都看到有人能戴着头戴或者是头湿的 这些文化 使用已经装饰过的 拐杖 但是这拐杖呢 它 只是拿着 不是 吐在身上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老师 刚才一开始就讲了 Dharana 这边不只是 穿戴 还包括膝带 或者是手持着 所以呢 其实 这种 所以呢 这种拐杖 这种形状啊 如果说有很多装饰 很精致的 也不能手持 另外装饰过的腰管 其实是 腰管的话 你不应该装饰过 这边装饰过的 比如说有男女图片 的装饰 如果有这类的腰管 腰管纸的话 鼻孔也不能用 另外就是长剑 或是刀剑 就是两边锋利的尖 这边 这些东西啊 都是 来展 来展现 自己罢的 所以这也不允许 另外就是阳伞 遮阳伞 这边要考虑到 遮阳伞 必顾呢 是允许用雨伞的 但是这种雨伞不应该装饰 有所装饰 比如说雨伞上有很多花 花纹 很多花的装饰 这些是不允许的 那在家人呢 如果受持八戒 也要考虑了 如果用 外样很多的 这个雨伞的话 这也是属于 达人的穿带 或者是手持 细带 凉鞋 凉鞋也是 这种凉鞋呢 有刺绣的凉鞋 就是鞋子上有很多装饰 任何鞋子 或者是鞋上穿的 如果说 施修 或者是装饰过的 都叫做 就是采绘良鞋 有花 或者是有任何图案 或者是人的图案 就像 在雨伞般 如果说有各种装饰 在凉鞋上 鞋子上也是 不能穿 所以关键 在这边的关键是有装饰过的 如果说 我们身体上 有 看待用的 都有很多装饰过的东西 都会导致我们很不方便 另外一种就是头巾 这边的头巾 大家要了解是 也许只是 一条 布袋 一条布袋绑在额头上 这也是属于头巾 温宜萨 蝉头巾 另外就是宝珠 就像皇冠一样 在古时候 比如说国王 皇后都有用 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有些女生 有些女生也会用这种头巾 放在头上 所以 任何在头上的 妄饰 像 头冠一样 都 属于 这边的宝珠 另外就是 毛流为伞 这种伞呢 也是为了展示自己 在古时候 国王也是用这种伞 这些 东西的 比如说为了赶蚊子等等 用这种伞 但是呢 这种伞 因为 毛流所做通常是拿来做成装饰 展现自己在实际生活 用途是 比较少的 所以适不适合的 另外就是 有长流 有长流边的长流树的 这个长袍 就像动物的尾巴一样 这些也不适合 所以如果说 所以列度了这些 一系列的 老师所列出的这些例子呢 大家可以发现有些是 为了装饰自己 为了展现自己 有一些呢是土在身上有些不是 即使不是土在身上只是拿着罢了 为了展示自己的话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如果是 要收持八戒 可以在收持八戒里面呢 一边的 客户唱题 不玩观听还有 像有图声 等等的这些 都是属于一条界 但是呢 时间呢 这两个就分开了 跳个 创舞 周月 单框表演是单独一条街 然后呢穿戴花香 化妆 等等这些是属于 另外一条街 这个是 时间的分类 所以收持八戒呢 这两条街就变成一条街了 这一条街 佛陀啊他接触使用这些物品 防止的装饰和美化这也是 持戒的一部分 然后另外条街就是 高广 大床 老师说过 在 几个星期前都有谈到高广大床吗 究竟高和广大床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这边的高 不差 那是 那是 卧具 或是 坐或是躺的地方 马哈 是大 那 就是 床或是座位 所以 佛陀 那 马哈 那谁人那就是 东厂派成 高 广大床 所以针对这条街 老师也从 长部 里面隐居一些例子 东厂派成 同样的 这部经也提到 有些沙门婆罗门 虽然 接受 新中供养 依他们这些供养而活 但是却想用 高广 豪华大床 这些高广大床 是什么呢 比方 高和很宽大的 长 的这些床 或是 座位 另外 在 床座的 制作部分 刻有动物的图案 根据缅甸的文化 也许缅甸文化也是从英雾来的 在一些床座位置的脚部分都会有一些 动物的 雕刻 国王 都会用 这些床座比如说 老虎啊 士子的 这些雕像 雕在 他们的 宝座上 这些 都 王都是王族使用的 所以这位比故啊都不能够使用这些 宝座 宝座 或者是座位 虽然我们说 国王 对国王来说 这种叫做宝座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他的座位 或者是床座 在现在的时代呢 可能有 这个双人床 大床 任何的床 如果他的床脚 有 这种有 动物 雕刻的图 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了 因为 有一些 雕刻呢 是 雕刻 是给 王族用的 最新我们都应该 避免 另外一种 就是 长矛的 背单 这边长矛是指什么意思呢 他长都是超过 四指宽的 长度 如果说这种长矛 超过如此 的话就不允许 所以 如果任何 弹子低弹 他边缘的毛 或者是他本身的毛 太长 长过四指宽 就不允许了 所以应该 短过四指 宽 所以在四月里面 通常 用很短的 很短毛的 这个弹子 或者是低弹 另外一种不允许的是 彩色 拼接而成的 低弹 或是弹子 这边讲的 各种颜色拼接成的 是什么呢 就是各种颜色组成 除此之外 也要考虑到不同的布 有时候 有些 布块 是有很多小小块的 布碎 缝结而成 以便他可以形成 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种布料也是要考虑 可能不能使用 另外就是 白色的毛毯 这边 这边 需要了解是 比如说 在印度 有时候 行 行走的道路上都会扑伤 白布 他是曾经在 2018年 2018年的时候 到印度 当印度 心中 邀请老师去 开试的时候 从外面一直到法堂 他们都用白布 不铺散 老师将走过的道路 大家也许 走过 伯蒂兰迦古玛拉 伯蒂王子的 故事 伯蒂兰迦古玛拉 踏 白布 接受欢迎 但是这边 要了解就是 如果 白布 是 是拿来做装饰的话 一步踏上去就没问题 如果说是 为了 欢迎一步 就要小心了 另外一种就是修化的毛毯 在现在这个时代时常看到 这种毯子呢 被修了很多花 做装饰这个就要考量 另外就是 棉花的床垫 这边要注意就是任何的垫子 床垫 如果说在 垫子 里边 塞着 棉花的话就要考量了 是不允许用的 尤其是 对比古来说 这是太奢侈的 或者是 这些坛子呢 修有动物的图像 这也是 属于 大床 另外一种是两边或者是单边长毛的毛毯 这种 很 很 很 另外就是修有宝石的床单 这种床单将会很 很昂贵 这也是 富有的人使用 以古呢 不允许用这种 这种东西 如果是 灾产人的话 要齿发街 就要考量 应该避免 这种 秀有 宝石的床单 另外就是丝绸的 背单 这种丝绸背单呢 通常是拿来装饰的 也有人问 穿丝绸的布呢 是否允许 表示说穿 做的就没有包裹 只是 作为敞弹 不允许 比如说鼻窟也不能用丝绸做的作具 所以大家也知道 丝绸 因为如果说要 集合丝绸的话 必须 要杀很多 产 所以呢为了慈悲佛陀 就制定这条路线 另外就是 五屏的地毯 我是可以供 跳舞的地毯 这种地毯呢 非常 可以允许16位的 舞者在上面 跳舞了 这种叫做 五屏地毯 所以 这些例子呢 我们需要知道 所以当我们使用任何的作具啊 床单啊 或者是床子啊 这些都是属于 马哈 那就是大床的定义了 还有就是 大乡 马 或者是战车的电子 在古时候呢 人们都用这种 电子啊 放在 动物上 以便他们 可以很舒适的 坐在上面 他们 这些电子 可以放在 大厦 马 或者是 马车上 为了舒服 也为了装饰 这些呢 对比姑来说 也不允许 或是对待家人 18切 也不允许 或是 另外就是 领羊皮的电子 或者是 3等 0露皮 或是露皮的这些传道 这边讲的 露 这是其中一种 老师也不清楚是什么露 虽然 是有这个翻译但是 还不确定是什么样的露 即使在绵宴 绵宇呢也没有特别的 特别的专有名词来翻译这个词 所以老师就直接用Katari露了 另外 用红色的 这个 天童来做传造 这一点呢 要 讲述回 故事后 在网组用的 这些 地方 比如说当大家阅读佛头的故事 或者是 本身故事 大家会发现 我们的床上 顶上都会 顶上都会 有这个 床罩 然后这些呢都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 宝座 可能是金色的 背后的颜色 布呢 可能是用红色的 所以这种 类的装饰 也是不允许 虽然它 是由布所做 那就是有红色枕头枕 或者是 脚垫的长塔 这就是像王族用的 家具这也是不允许用的 所以这些 材料 这些材质呢 我们也应该 避免如果说要 大家要收纸 麻借 这也是 所谓高广大床 也就是高的和 豪华的 床 座 这是 会影响他的街形 所以佛陀也不使用 所以 谈到八街呢 我们再回来 温习一番首先我们提到 这个非食食 非食食呢 或五不食主要是第1种食物不难 就是食心药 第2条 就是 遗乐 关于遗乐的 第3个大床高广大床是豪华的东西 豪华的座剧 所以你出各种豪华的 座剧 如果说 人 屁股 或者是 要吃八街的人需要注意的 另外一点要了解就是作为鼻孤呢 有时候 我们鼻孤们需要 去酒店里边住 在酒店呢 他们的床座剧 都是 比较豪华 那鼻孤怎么办呢 老师回答说 这些东西都是在家人所拥有的不是鼻孤所拥有也不是寺院的 这些鼻孤是可以用了 那在家人呢 怎么办 如果他们在寺院 住就没有问题 因为没有这种高大高广大床的问题 在他们的 家里呢 也许有很多这些豪华的座卧居 当时回答说 只要不是太豪华的 就可以 把它换掉 换成 简单的一点的座卧居 这样的话就更能够让自己 满足了更自主了 这些是针对 八街了 所以谈到八街 我们也要谈到所谓的乌波沙塔 或者是菩萨 就是当大家持八街的时候 在念诵阿哈潘达 Issara ni na sa ha Athangasamana gata 波沙塔西朗 大家会注意到有乌波沙塔西朗这个字 或者是菩萨 就是所谓的乌波沙塔或者是放一层菩萨了 根据经典呢 总共有三类 菩萨或是三种 五波沙塔 第一种 五波沙塔叫做 木牛者 的 五波沙塔 或是 木牛 菩萨 牧牛者呢 为了要保护 他的牛群 他都会 把他的群 他的牛群 带到可以 很好 吃草的地方 这种 木牛 都会时常考虑 木牛群应该去哪里吃草 应该去哪里喝水 同样的 有一些禅修者 有一些星宗呢 虽然他们吃八戒 但是呢 他们都在想今天应该吃什么 应该明天应该吃什么 或者是今天应该喝什么 明天应该喝什么 也就是他们时常想 虽然吃八戒 但是却想着饮食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一直想着 遇乐 这种持 菩萨者 持五波沙塔者呢 就是木牛的五波沙塔 虽然没有翻阶 但是呢 念头上 因为念头上只想着遇乐 没有翻阶是因为 一页不算翻阶是心页口页才算翻 如果是只是一念的话 没有翻阶 但是 却能够 让自己持着阶 减弱 所以呢 我们需要考虑自己持阶的心 念头了 如果要吃老爸阶 应该怎么样 老师过后会给他的家列出来 第二种 持五波沙塔 的方式就像你前头或是你前者 利干达就是外道 或者是罗行外道 不知佛教的 不知佛教的 比如说 其他不只是你前者 你前者 其他的外道 我是不是佛教的 也可以 属于这一类 根据真理的 外道行者呢 他们会认为 他们可以 不可以杀生但是可以杀 一些动物 他们 觉得可以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 有些人认为 动物是属于活着的 蔬菜 所以就可以 斩杀 是现在这个时代的 见解 他们认为 不可以杀人 或是不可以杀 他们喜爱的动物 或是宠物 但是可以杀 其他动物 或者是有些 宠教呢 会有这种 行持的方法 在一游行范围里面 不杀生 但是呢 超过一游行之外 却可以杀 这种 持戒方式 要说 尼前陀 菩萨 或是 外道 外道的 吴菩萨 他们 是 持戒亲近 他们有很多理由 借口来 做他们的讲述的 另外一种是 圣者的菩萨 这也是 佛陀所建议的 也就是 圣者所持的 这些 戒 所以 圣者所持的戒 是什么呢 总共有六种 根据 这个《乌菩萨大经》里面提的 六种 圣者 佛陀 圣者 圣者 乌菩萨大 第一种是 犯 乌菩萨大 在 《乌菩萨大经》里面 会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眼 也就是 持戒的时候 一直念佛陀的功德 在缅甸 传统上都会有用这个 念珠 乃至在其他佛调国家也会有 在缅甸 老师曾经看过 这种 啊 老师曾经 看过自己的 婆婆 他们 都会在寺院里面待很久 但他们虽然没有 长修 但是呢 他们却会有这个念珠 在念 一念佛陀 所以他们有通过用念珠 来数念珠 来一念佛陀的功德 这种 持守菩萨大的方式呢 叫做 犯菩萨大 他也许可以念佛陀很多的功德 比如说 阿拉罕 撒玛 撒布多 利加加拉娜 阿拉罕 等等等正觉 明行祖 等等 大家想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些功德 所以呢 这些持菩萨者 持乌菩萨大者呢 在持的时候也议念佛陀的功德 这也要做犯乌菩萨大 犯 菩萨 另外一种是依恋法的功德 大家应该也知道法的功德 所以有些人呢 通过用念珠 来一念法的功德 来持菩萨 或是持菩萨大 另外就是一念生的功德 持 菩萨大 这个 是一念生 生切的功德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在缅甸呢也有一个文化 这种文化呢 在其他国家 没有看到也许希兰卡还有 是什么文化呢 那老师还是 小孩的时候 有时候呢老师也跟他的婆婆到试验去 其实他的婆婆是 是文盲 他没有读过书 因为他们都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 单身的所以他们没有 受过教育 但是呢 那个时代 时代还是有人可以 阅读书本的 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就从 家里拿一些佛书 或者是从寺院 接一些佛书 过来 然后呢 这些会阅读的人呢 就会 读出来给大家听 给不会读书的人听 在缅甸呢就有这种文化 就是带读经典的人 就是带读经典的人 那在跑呢 虽然是禅修中心 如果说有人不能 有人不能禅修 也许可以 可以 学习这种文化了 通常在这种文化底下 读经的 通常会读 读 关于 这个法聚经啊 那本身故事 或者是 恶鬼诗天宫公司 这些本等的 典故给大家听 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在词 无菩萨他的时候 也是 学习的 也是 法 法的 菩萨 或是法 无菩萨他 下来就是 三 无菩萨他 就是 是 三行者 人人的 生团的功德 深切的功德 依恋这些功德 而持无菩萨他 也是 生无菩萨他 第四是 戒无菩萨他 就是依恋自己的戒德 而 持守无菩萨他戒 这也是很关键 要时常一起 自己的 这个 戒德 如果时常一起自己的戒德的话我们就会自己尊重自己 我们也会 随起自己的功德 那我们过后还会再详细谈这个戒水念戒的这个 戒德的这个部分 在定决的部分我们再讨论 另外就是 天无菩萨他 就是持无菩萨他戒的时候能够一念 天神的 天神般的功德 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有很 很强的这个心心界 而且 神神的无菩萨 神的对法的听文 还有蛇 还有 官知的智慧 这些 都 是属于天神般的功德 第六种就是八支菩萨或是八支无菩萨达也就是八戒 第六是八支菩萨或者是八支无菩萨达 这大家已经很熟悉 就是迟吧 无菩萨达的时候都迟是八戒 也就是要知道八戒的内容和怎么迟 所以当我们谈到十八戒或者是收持无菩萨达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自己究竟是持什么样的无菩萨达 也就是持的时候应该做什么 持过后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些我们从这边就可以了解了 也就是刚才阿老师讲的六种生者所持的无菩萨达 大家都可以选择 这些是生者所收持的 所以周围佛地词 这六种这些都是无菩萨达经里面有提到的 这六种这些都是无菩萨达经里面有提到的 那这八戒呢 大家都知道 最后还有 有些人呢 有些 在八戒底下还加到第九条就是散播慈心 有些人认为 慈心呢 不算是因为是属于意念的行为 但是呢 但是呢 慈心呢 却能够 帮助八戒的收持 而且呢 所谓 佛陀也有提到九戒 也就是第九条 是属于 慈心 就是在九戒的时候可以念阿昂潘达 第四人你那是哈那王个什么那个的 就是第九条作为 以九字作为经 然后最后一条呢就加上 散播慈心 所以就 八戒底下 再加一条 变成九戒 那十戒又是什么样呢 一般人 都知道撒玛雷拉 都持十戒 也有 持戒的尼斯 实际上 再加人也是可以持十戒的 也许很多 那持十戒的时候呢 在家人应该怎么念这种求戒文呢 如果是撒玛雷拉就有念到撒玛雷拉 这个字 这个字 但是呢 如果是尼斯的话 持戒尼斯 他只是提到 TASA PAPAJASILANG 而不像撒玛雷拉的 撒玛雷拉的 TASA 撒玛雷拉 撒玛雷拉 那再加人呢 再加人要持十戒 应该怎么念诵呢 他应该要念诵 TASA TASA PAPAJASILANG 他的差别就在这边 所以 在家人呢 也可以 受持十戒 求戒文就稍微做这个调整了 如果是十戒的时候呢 跟八戒的差别 就只是 是这个个五张机 周月 官厅 分出来 个别分出来 变成两条街 实际中一条街就是 抓持经营了 是 抓持经营 那支持抓持经营这边是什么概念呢 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亲手去接受 第二呢 或者是教别人去接受 教别人为自己接受 第三 但 自己认同 就是 当别人供养我们钱的时候 我们认同 这也不行 也就是我们 需要拒绝 金钱的供养 或者是我们说 我不需要钱 或是我们不接受 不接受钱 如果 如果说抓持的就必须舍 要不然的话也是翻戒 所以呢 抓持经营这条街呢 我们不能亲自接 或是叫 别人 替我们接受 而且我们 当 人们要 把钱 放在 一个地方要 供养我们 而且 而且声明要供养我们的时候 也不能接受 乃至 如果是比估呢 甚至 碰触 钱也不行 碰触经营也算翻戒 那但是有些人呢 就把钱放在信封里面 供养比估 如此下来比估就没有碰触到钱 只碰触到 这个信封 这些是借口罢了 这也是 接受经营的也不能 所以呢 无论有没有碰触到 金钱 或者是只是碰触信封 也是借收经营也是不允许 所以作为 此八戒者 九戒者 十戒者 就发含了今天所讲的 内容 下个星期 老师将会讲解 以真面为第八的这个发现 其实这种 文化呢 在缅甸没有 但是在 季兰卡 却还有 也许其他 国家也是有的 但是老师只知道 兰卡 有这种文化 所以呢 最后愿大家 都能够学习佛陀所教导的三学 也 此 能够 解脱 达 提振 涅槽 体振涅盘 一个问题 假如 怎么克服 学习 结果后 这种 自责的 这样 比方 了解到过去曾经 破过去翻过去而感到后悔 而自责 老师回答说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去想过去因为过去不能改变 我们应该当下开始 作为比估呢 有这个 忏悔 发露忏悔 在发露忏悔的过程中呢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 I think Sanwarisa Yami 就是 未来我 将会防范 也就是做了这种 决意啦 所以呢 如果说 可以的话 10届过后 可以住在寺院 会更好啦 但是如果要 在家里住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 半届的 所以呢 通常老师都鼓励 如果说18届的话 都在寺院里面住 第二呢 住的地方 也要考量 也就是在 那个地方 如果 持戒的话 是否真的是 可以持戒进去 那如果 收持戒了 就尝试 保护自己 不放戒 但是 如果说真的犯了 就决意 下一次不犯 也就是 我不再重犯 你这种方式做决意 所以呢 其实 翻借过后 还要定方位 就是 未来我将防范 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 翻借 如果是刻意放这才是大问题 如果不小心翻了 就是还可以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 很严谨持戒 这样的话 就会把自己 避得太紧 那怎么持戒清净又可以轻松 持戒呢 也可以轻松和柔软的心持戒 老师回答说 有时候要看情况 的 比如说在 跑彩林里可以持八戒 很容易的持八戒 另外就是要考量比如说一天里面你需要 需要做的工作 有什么 里面呢有什么项目会导致你自己 的戒的 退步的 然后呢 另外要考量 什么因素会导致自己的戒 衰退 所以 只需要做这样的检查和考量 不需要 逼自己 太多 当你检查多次过你会找到解决方法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 时代 老师住的环境 有很多蚊子 如果老师称兴起的话就会 派 派到蚊子 但是大家看到老师没有去打蚊子的 行动 所以 从这边可以看到 如果你 瓶子但是又住在 一个环境 很多这种蚊虫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自己翻街 所以要 检查 所以 当你 实际后 住在一个环境 你要考量 有什么因素 可能会干扰到你 直接的 然后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如此下来就 直接就不会困难了 现在都讲解 过 杀生 构成杀生有五个因素 那他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自杀或者是安乐死 或者是通过医生 来达到安乐死的目的的话是否有完成这五个构成杀生的因素呢 我们是否可以说自杀 也算是翻杀生戒 老师回答说 这也是算杀生戒 如果医生 帮忙 安乐死的话 也是叫做鼓励别人死 鼓励死亡也是翻街 别人 如果说安乐死或是医生帮忙 安乐死的话 这些医生和他的助理是不是也翻了杀生 老师回答说 的确他们也是翻 杀生戒 也就是帮忙安乐死的人 如果是刻意 或者是 刻意的 知道的情况下 帮助别人知道 也算是 翻杀 发杀生戒 没问题 上一堂课 老师讲解过 导致 这种业的 强化是什么 其实有三个因素 导致 所造的业更强 比如说对方功德很大 或是自己努力很大 或者是烦恼很猛烈 那这种这三个因素导致业很强的 在杀 在透盗 血淫和妄语 和饮酒方面怎么去了解 那请老师解说 第一老师说 这个功德很大的 比如说血淫 如果 如果是女生对方 那对象他的功德是不是大 比如说 撒玛雷拉如果 血淫 如果 同事不进行 是跟比丘尼的话比库尼的话 他就不能再出家了 因为 对方比库尼的 这个功德很大 而且需要保护这个比库尼 所以这个是 在这个 一案呢 就是 对方功德大了就是因为他是比库尼 另外 那其他的比如说汪语 我听 讲汪语的时候听着就要考虑听着的功德了 大家要了解当一个人犯戒必须是 两个人的双方的 如果五戒里面必须 是两个人才会构成犯 如果只是自己独处他是犯不了 除了这个饮酒之链 所以这边讲的 如果是汪语的话在 怕功德 这个因素呢就看听着 对方的功德 如果是邪音呢就看 对象 的功德 那饮酒呢 饮酒就没有 对方嘛 没有第二得 这只是独自自己 从事的行为 这边呢 就要考量 第二种 因素呢就是 白尤格马汉达就是 付出多大的行动 多大的努力 同样的 邪音也是 看要 看已经付出多大的努力 汪语 也是 究竟付出多大努力来骗人 这些 就是 白尤格马汉达 就是究竟付出多少行动 第三 就是 烦恼多猛烈 如果以 邪音的这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通过暴力 来达成邪音 的目的 对方不赞同 也许 烟就带着很强的 趁心烦恼 同样的 汪语 也是 旧康 所牵扯的烦恼有多重 来达到 说谎 骗人的目的 由于撑 来骗 或者是贪 来骗 就看 这种烦恼有多强 最后 就是饮酒 究竟 那种 执着酒类 的 新有多猛烈 所以这个就是 看烦恼多猛烈了 要准 付出多少行动呢 这个就是 努力的强大 所以这三个因素 这三个因素里面 至少有两个因素 就是 付出努力的强大和烦恼的脑业 来构成业的强度 请问在佛时代 居士受了一天八戒 是不是第二天还需要再受八戒 而居士只要受一次五戒 不犯戒就终身有效吗 之前我在斯里兰卡 一个月受两次十戒 那里女居士和夏雷都要受十戒 请问佛时代是不是居士没有受十戒的 我去仰光读书时 没有人给夏雷受戒 比丘尼告诉我 这样是不对的 五戒是常戒 八戒不是 老师会回答说 此些老师将会讲解的 有十戒和 无十戒的戒 就是以戒 以十为戒线的戒 还有一个是没有十为戒线的戒 那八戒呢 八戒 比如说你可以只八戒一年 也就是你有限定自己时间了 就是在一年里面只要没有翻戒 就是还是可以的不用再收持八戒了 比如说死戒对于女士来说 有一种是阿巴纳古迪卡就是终生死这种死戒的 也有 就是看自己怎么去收持这个戒的 也就是你的在持戒的时候你心中是怎么做决一的 如果你决一 因为这个不杀戒只是今天罢了 那只是今天 此戒了 有时候是 没有任何 见解 只是遵守这个 传统 那如果传统只是一天的八戒的话 那到明仙 出过后就没有了 明仙出过后就再收持 但是如果自己决一年两年的这个戒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教授有实现的持戒 很敬的西亚朵 不关听音乐歌舞界 在阳光我们有日语课 老师唱日语歌 让我们跟着学 我觉得是犯了这条戒 问一个同学 他是沙米 他说要看 Intelligence 如果Intelligence 是学日语就不犯戒 后来我又去问 沙米尼 他说Intelligence不好说 还是犯戒 再问比丘尼 他说不犯 还曾弹钢琴弘法 只要音乐是为了平静内心就可以 我很迷惑 那我听流行音乐来平静内心 也算不算犯这条戒 沙都沙都沙都 老师回答说 这也是翻阶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念 即使我们念经啊 用很美月的 优美的声音 来 念诵的话 即使是巴黎经文 比如说 比如说 在 音节方面 没有注意到 比如说有短音 长音 短音可能一个音节 长音最多是 两个音节的这个 这个声音 所以 所以 当我们念中的 这些 回经啊 或者是 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刻意 唱到 念到有 旋律 就会升起执着 这也不行 那 经音乐也是如此 不行 不能接受 虽然学习也是 如果我们学 即使是为了学习 但是是 唱 松的方式 唱歌的方式 也是 翻阶 假如 请 仪师和巴结者 是否可以 戴帽子 穿运动鞋 或者是 戴 墨镜呢 老师问 这是 为了 是什么目的 是为了装饰吗 比如说 这个墨镜 是为了装饰的话就不行 另外就是 这个 运动鞋 运动鞋是不行的 但是回答说 运动鞋 屁股是不能穿 下恋一次也不行 因为 这个运动鞋呢 需要把脚趾 和 脚跟脚踝包起来 这是不行的 但是墨镜呢 有时候是 为了保护健康 或是有病是可以的 如果是装饰的话就是翻阶 比如说有时候为了好看而戴上墨镜 这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是翻阶 另外一个问题 你不可以用动物的皮做 桌具吗 屁股可以穿 皮的这个脱鞋吗 屁股可以 穿这个 屁这个 丝绸的袈裟吗 老师回答说 动物的 做具 做布 就看是什么动物的皮 比如说羊的皮 是可以的 绵羊的皮是可以的 但是呢 牛的皮 就不行 另外 这种皮的脱鞋呢 是没有问题 可以用 丝绸的袈裟 也是可以穿 可以屁 所以只是 桌具呢 就不能用丝绸了 老师回答说 在免 另外一个问题 在免殿呢 寺院 非常 很普遍的都用 很 色彩很多的这个地毯 在他们的长堂 或是在比古的谷地 这是允许的吗 所以他说 要找很单纯 颜色的 这个地毯是很难找到 但是 如果说这些地毯是非常 非常多色彩 或者是 他的 毛很长 或者是有动物的 这个灰图 就是 就有问题 那是在免殿 很多斜牙都 坐在 这个 法座上 说法 这是高 广大床吗 还是 这是例外 老师回答说 法座 是 所谓法座是 说法时候的 这只是为了说法而用 而不是 是 作为一个使用 这是属于 例外 另外问题 在缅甸我们看到佛陀的佛像 都有 多 这种 珠宝 宝石的装饰 在他头上 和身体 这是什么目的 然后他 是什么目的呢 这是 适合吗 老师回答说 这个也是问题 因为 人们的信心啊 因为他们对佛陀的信心嘛 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装饰品 来装饰佛像 其实这 不是佛陀所指示的 这些都是 是依人们的信心 他们所相信的 而 合作 另外一个问题 家列是需要学习和 遵守 第 在佛的时代 没有 只有 只有世界者 那究竟怎么分别 下列跟 实际的在家人呢 下列是不是属于出家人 他是回答说 下列和在家人是有差别的 在家人有家庭 下列没有主持自己的家庭 这是差别 另外 两者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比方 下列呢 老师们也建议他们 学习中学法 比如说吃的时候 要有出家人的位移 出家人吃的行为 还有入村的时候 相关的行为要遵守这些都是 中学法里面有提到的 所以呢 老师们都建议 下列不只是持实践 还要学习 中学法 还要 理行 责任 一个出家人应该 理行的责任 下列也要去学习 所以跟在家人有差别 另外一个问题 下列不认 是否 可以 厘清 所谓 六种的 圣者 无菩萨达吗 如果 这位弟子 他 行持五种随念 是不是 也是属于 时间呢 老师是说 不只是去随念这些功德 就是 老师回来说 实际过后 究竟做什么 有些人呢 就此结构只是睡觉 或者有些是闲聊 这些呢 他们只是属于时间 他们没有 行持任何责任 所以呢 要考虑到 10结构 如果说 10的8结构 能够理行 前面 圣者 无菩萨达的其中一种 这个也是 属于 这个圣者的无菩萨达 就是前面五种的意念 就是这五种意念 就是给我们 参考 究竟持结过后 自己怎么花这个持结的这段时间 另外一个问题 下都 三个星期下都解释了这个妄语 下都可否 也是 这个真实语的威力吗 有说在宝经 或是一些声音 里面呢 通 都有提到 通过正语的力量 这是什么呢 老师回答说 这边 这个真语 就是satcha 就是以真语之力 通常有这种表述方式 比如说 念诵里面 Atena satyena vatina 就是依此 说依此真语之力 这边我们可以了解为通过 说真实语 它是可以带来力量的 比如说真实与厌此人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这边讲 真实与之力 真实之力是什么呢 只要我们是真实的真诚的 它一定是 很有 很有 利的 比如说我们对大自然很真诚 很真诚的很真心的 跟 使用 大自然的东西 比如说 对待草啊 那道树木 我们都不会刻意破坏 这也是 我们对大自然的真诚呢 那如果我们对 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都很真诚的 这些 无论是有生命无生命 那东西呢 都会成为我们 强而有力的这种 轻易子缘或者是 助缘了 所以呢 如果 简言之如果我们对 视作为环境都很真诚的话 所有的树啊 植物啊 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 治疗我们 疾病的药 那这也是 如果我们 对一切都很真诚就有这种真诚之力啊 那如果说真语之力呢 我们只是说真语 比如说 佛陀有这种功德 法有这种功德 善有这种功德 通过说这种真实的语 与 愿你快乐 愿你 等等 这也就是通过真语之力啊 另外问题 请问下列可以收拾十一阶吗 就是十一 十阶底下在 加上磁性 加上磁性有什么 目的吗 如果只是散播磁性给一切众生主供吗 不足够吗 老师回答说 也就是如果那些没有 没有去 休息这佛随念法随念圣随念等等的 他可以散播磁性的 收拾八戒 我是九戒过后 他们就可以散播磁性 所以佛陀也允许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的生活 那死亚念呢 不需要再次 另外一个 第十一戒 只需要禅修 然后散播磁性 这也是 以磁性 而住了 最近春夏的 一些鼻孤 是很聪明的 他们尝试去 以 商业的方 企业的方式 来 传法 他可以做很多东西 比如说 让他的弟子们 做生意 以便能够 扶持 寺院 所以 做这种 生意呀 如果在家人 因为鼻孤的鼓励而做这种 生意的话 这种 行为有犯戒吗 是 那 寺院 对寺院 这种 利益的话 是否如法 小师回答说就要看他们怎么安排 比如说 现在有很多课程吗 来训练 年轻人 如果说他目的是 训练年轻人来看 怎么 怎么来扶持寺院来 赚钱扶持寺院的话 这也是对 低估 或者是 出家人不适合的 老师举个例子 低估 训练一个年轻人 去成为 商人 里面他可以成为很聪明的商人 里面 他可以赚钱 来 扶持寺院 但是 这个过程中 如果说 有一些例外 如果这个年轻人他是近人 没有 没有 从寺院 拿 薪水 那 他护持寺院 你哭呢 可以教育他 在这种不安 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说 其他例子 贝库呢 只是单纯的去 帮助这些 在家人 然后呢 以便 在家人可以进行一些商业 行为 这就不允许了 如果他在家人不是近人的话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是粤语的 对不起,越南语的这个翻译我没有办法听得到 所以老师回答说 这是问题 大家要知道 如果是比库坎苏的话,他也是 所以如果那个地方那个诗愿砍树,比库砍树的话,可能就要 离开那个诗愿了 无论是上座比库还是下座比库,都是有同样的接的 所以老师不给太多意见 老师只建议 有这样的情况,可能移居别的诗愿 遵守接力的诗愿珠 那第二个问题也是越南语,我没有办法听到他的翻译 这位是从Lady Buti 说的 Avanami 说的 如果我保持八个笔词,然后我有个儿子 所以当我饮了个儿子,我需要音乐音乐 所以儿子能吃得好 但是我没有想要听到音乐 但我只想要饮了我的儿子 所以我音乐音乐 所以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我说这个 情况比较复杂 比如说 这个是针对 音乐的播放 如果说可以播放的话 这个也许有问题 比如说念诵 等等 等等 如果要刻意播放音乐这个问题了 我面对这样的问题 可能要想其他办法 对持八戒者来说才会比较好 另外问题 假的 如果一个屁股是 戒律很专精 他可以走这个戒律的漏洞 里面他没有翻戒 但是在此情况,他心中 他明白他的行为 是有问题的 他这样的法律漏洞 的行为啊 是否翻戒呢 老师说 如果要谈到戒的话,我们要考虑构成翻戒的因素 有一些比较呢 他知道他对 业力很精通 他知道怎么避开这些构成翻戒的 条件 所以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不能说他翻戒 但是 有时候呢 这些太聪明的人啊 也会有 问题 尤其是针对另外条件 这边给大家知道一个 情况 作为壁估呢,还是会翻戒的 如果不会翻戒也不是壁估 主要是看中罪还是轻罪 有时候 如果翻同一条戒很多次,这是不好 但是有时候是 不小心翻戒的话,这个是 意外 所以 了解这点过后 那 就要知道 在这种情况是没有 所谓的罪 避孤才有罪 尊敬的 西亚德 丁力尊者 有关不辞 经营界 因为政府规定 劳工 保险退休金可以由其他人代为 电请 但是 只能汇入当事人 及 比丘的 银行账户 比丘要如何做 才能如法得到 这笔资据 恳请尊者详细说明 出家前有个 银行账户 只存了200块 新台币左右 出家以后一直没有使用它 撒 撒 那 这回答说 其实出家前应该先处理完这些 情况 通常在讨论呢 在出家前呢 老师都会建议 我们先捨去或是 恰当的安排 针对这种个案呢 可以跟律师讨论 有些律师呢 在这方面很专业的老师记得有一个个案 有一位 比姑呢 他 一个萨门尼拉他是从美国来的 他 他想要出家 那老师呢就建议他 舍掉他的 这个 呃 这个银行 账户 账户 我是不允许的东西 那幸亏 这位萨门尼拉 出家前呢 他的 哥哥是 律师 结果呢 他的 哥哥 作为律师的 他可以做 这样的安排 只要他这位弟弟出家 他的这些 资产呢是属于 他哥哥的 但是如果他还属这些资产呢 就可以还会给 他这个还属的弟弟啦 所以呢他这位作为律师的哥哥呢就可以 做这种 文件 法律文件 那双方就签名过后 所以 过后出家 他就可以 这位出家的弟弟就可以问他哥哥或者是问他的家人 他所需要的资金啦 所以同样的 个案 可以参考 如果说你自己没有银行户口是更好的 那如果你有 你的家人能够帮忙你处理这些资金的 这样会更好 或者是你自己 作为父亲 你可以 这个 向自己的女儿 或者是 孩子 去 索取你所需要的 东西所以呢 针对 这种情况你可以跟律师考虑 讨论看 针对这一点呢 这些个案老师 没有办法详细知道他的内容 如果一个人没有伤害别人的东西 他是不是没有翻五阶 或者是他的业不会很重是不是 老师说对的 没有东西 就不会有重的业 Vanomi说 说呀 when I keep preset preset by pomoc doing Buddha Noosa T'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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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oosa In the Obosata dai 体功能 T'Ama Noosa I do I practice Bu Da Noosa T'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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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oosa In the T'Ama Noosa Is that correct 其他问题 好,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越南语,我们有办法看的,知道它的翻译,对不起,所以回答说,肯定的,最后一个问题,在一些博物馆是不是属于刚才讲的土花屋呢? 老师说是,那有个问题,为什么词节里面的这个,把第八节的第七节分成两条节呢? 老师回答说,其实这条节是两个部分,这两件事,一个是跳舞唱歌看表演,一个是别人的, 或者是跟自己的,是两者都可能,那这个装饰饼啊,用装饰饼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是两种情况,所以呢,歌舞唱机固网观听呢,尤其是去看表演是双方的,那歌舞唱机呢? 也就是唱歌跳舞和周乐,是可以双方自己或是他人,对两者都是可能导致自己翻译,那 分对使用香水,滑满等等,这个是自己翻译,第三个部分,如果一些人不了解八节的一些详细内容, 比如说,不知道说,唱说故事是翻译的吗?他不知道底下算翻译吗? 老师回答说,如果我们知道过,我们应该避免,因为有一些情况对世界者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得到的资讯不够吗? 比如说,在一些不是佛教国家,可能不知道这些资讯,即使在缅甸,缅甸啊,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很詳細知道这些阶条的, 其实有很多书本都有讲解,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资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不知道底下而翻译的话,这个就不用担心,因为不是很严重,因为不是很有盲劣的烦恼。 Etta Vata Jahanmehi Sambhadambunya Sambhadam Savve deva numodandu Savve bhuta numodandu Savve satta numodandu Savasampati Sridhiyaya Idhame 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 du nyadayo IDAM ME NYADINAM HODU SUKHITAHON DU NYADEO IDAM ME NYADINAM HODU SUKHITAHON DU NYADEO IDAM ME BUNYAM ASAVEKAYA VAHAM HODU IDAM ME BUNYAM NIVANASA BAJAYO HODU MAMA BUNYABHAGAM SAVA SATANAM BAJAYAMI DESAVE ME SAMAM BUNYABHAGAM LAVANJU SADHU SADHU SADHU